新竹的政府市長 近日內我們看到他們的鏡子向外界來宣布 他們即將於6月底7月初雙雙請辭來投入各自的選戰 在這個過程裡面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今天創下了國內外政壇都極其罕見的 竟然可以為了一場選舉 一座城市的政府市長雙雙離開 這樣子一個離譜的情況 而且很遺憾的這座城市的名字就叫做新竹市 這間市長我們都祝福他去桃園好好來發展 但是也不要忘記當初市民的肯脫 在離開之前提前30天來告訴新竹市民 並且完成你的交接計畫 務實的完成交接工作 讓新竹市政可以不落勾 這是你應該要做的事情 而副市長既然要去選舉 沒辦法接下代的市長一時 那也應該要跟市長一樣 好好來把這些市政的工作進行交接 我也必須要承諾的提醒 在任的期間 不要亂用行政資源來進行一些選舉的工作 請問一下民眾黨的市長人選 什麼時候會出爐 謝謝 我想隨著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新竹市長的人選已經確定提名之後 我們昨天在中央委員會議上面 黨部的中央委員會議確實也在討論 接下來新竹市長人選 何時來進行一些相關的 包含像是爭取 以及請人選進到我們的選決會 來進行相關報告等等的程序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相信黨會有一些程序上的安排 剛剛我有一天有議院前的市長嗎 我想我的議院的部分 其實我現在目前是立法委員 所以我在立法委員新竹市 黨部主委的身分上 我也一直都在服務新竹的鄉親 也都一直在做在地的耕耘 所以對於我來說 黨內當然也會徵詢我的議院 所以後面我們會有一些相關的 黨內程序來進行 我會不會再進行 我會不會再進行 我不願意